貴賓都會有橡皮筋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病人的需求 是要加幾條 回收材料做成復健彈力帶 讓參訪貴賓充滿興趣 還有阿公阿嬤的復健戰鬥營 也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台中慈激醫院配合健保署 針對腦中風病人急性期後的失能 成立急性後期照護中心 榮民醫院及布立醫院30多位醫護主管 特別前來觀摩交流 軟硬體及人員全力投入 即興後期照護目標 要讓後續的居家及長期照護更加順利 因為返家之後有可能更多的無障礙的空間 要設施這些等等 讓他可以回家之後 可以來很自由自在的一個活動 未來除了腦中風 急性後期照護對象 還將擴展到其他失能患者 在我們六家院區率先成立 即興後期照護中心 來應應後續以健保署的趨勢 做好即興後期照護 可以減少往返住院 進而減輕醫療 家庭及社會照顧的負擔 大愛新聞 張貴端 郭季宗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